歡迎大家來到今個星期的講咬者邦 逢星期五 除了Archive 之外 當然有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在星期五的時候 我猜我們剛剛這個月的《American Fight》的《Silver War》的影像版 應該三節都七七八八了 最少上了兩節 未來的這個月會說什麼 我們已經做了預告 X-Men Reboot 電影三部曲 今天講咬者邦不說 因為我們已經請了一個重量級的嘉賓上來 除了我、萬記、Tim和Sunny 我們今天請到Jack、李健興上來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Jack如果是資深的講咬者 大家可能都會記得你有另一個筆名 是的 大家好 我是Jack 之前的一筆名叫李艾倫 大家應該資深也應該買過我的書 我們這裡也有一筆名叫李艾倫 我自己也沒有 也是之前電影《野狼與馬里》的監製 是的 之前在影會或一輪宣傳活動也有來過香港 為什麼今次會請他來呢? 除了說說說以前的事情 也說說說現在發生和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萬本的app 請了很多不同的港漫的漫畫家 都開始陸陸續續發表 所以想看看過去和港漫的姻緣 之前做過的一輪 可能在香港比較少見你 因為你不是幕前的人 終於在監製的那套戲裡 我們多一點認識你 然後現在的版本 有些什麼的目標或中間的過程 不如說說 我看到你最近在Facebook說多了 你和港漫的姻緣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買廣告呢? 大家是不是應該看看我和港漫在酒的日子裡的文章 可以看到的 但是要在你的Facebook粉絲才能看到的 我公開的 基本上大家每天都看到的 而且我也很無厘的 多了很多粉絲 可能最近都和別人吵架 我以為你們請我過來 因為想聽聽為什麼吵架 你喜歡港漫的沒有問題 OK 如果你說文化 跟港漫的因緣 因緣的因緣 我在文章上寫過 因為我在大概 應該是小流民鑽龍虎門 羅撒六騎士第一次接觸港漫的 羅撒六騎士第一次接觸港漫的 當然當時就迷上了港漫的 但是因為那個年代 你不是太多錢賣漫畫 因為我住在城市 我學校在新村裏面 所以變成我是相對有優勢 我買了漫畫 你是土生土長的大馬人 我是土生土長的 其實是在大馬時候 我看完之後 每次要買你沒有那麼多錢 學校借同學看 一斗東西 沒有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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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你拿著半書有少許特權 變成學校借是一個話得事的大哥 是那個最初刑 接觸了日本漫畫 其實港漫影響了我很厲害 到我十幾歲要來香港的原因 也是因為港漫和香港的電影電視劇拍了我 所以我十幾歲我就說我要來香港 那時候 那個年代坐飛機其實是很大的事 再加上大家說 你在我們心目中 香港是一個很遙遠 和一個很繁華的城市 我們加勒波也屬於那些新村地方 來了 當中 是因為報讀了一個電子學校 自己有計劃地籌備了一年兩年 所以來了香港 所以來到香港之後 就在中間 好像出籠的鳥一樣 除了讀書 其實大部分人都要玩 做很多工作 做過戲院的拍戲 和哥哥做過對手戲 那 中間的 等一下 我先組織一下 為什麼 這個就是和港漫決然的原因 但是來到香港 怎麼正式進入這個漫畫界呢 為什麼正式進入這個漫畫界呢 為什麼正式進入這個漫畫界呢 其實就 讓我想一下 應該是在我開始 一直都喜歡看港漫 但是正正式進入這個漫畫 正式進入這個漫畫 是因為我 那時候 叫周衛菲 那時候我都 到台灣 某一次就發現 台灣有很多日式漫畫 那時候 香港全部都是以就存賣 現版 你是沒有中文版的 我就印進了大量的日本漫畫 中文版進入香港 那時候 七龍主刊 剛剛開始出 城市獵人 黃斌股市 北斗之權 那時候就 找到大桶金 找到很多錢 所以反而你入行 就不是因為港漫而入行 反而是因為日漫而入行 是的 OK 到後期 就和股東拆了貨 自己就搞了另一間龍城 龍城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 我在台灣本身已經有 開始發覺到 為什麼港漫在台灣是沒有的呢 那時候有的港漫在台灣 是很搞笑的 全部都是黑白板的 很影響的 很影響的 就供應給那裏的租書店 租書店那裏有三千多間 我看到這個空間 當時我和馬仔都蠻熟 蠻熟 馬仔一開始出天雅畫集 其實沒有那麼快上風雲 他準備前面連載了兩鏡 然後推施道劍橋的貓童 然後再推黑白烈轉 然後再慢慢推風雲 黑白烈轉已經做了前面那幾期 但沒想到銷路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他就立刻改變政策 就出風雲 馬仔上馬 但黑白做魚在那裏 當時我跟他說不如你出徵裝書 我就是第一期那本後的徵裝書 那時沒有人這樣出的 香港沒有市場 我說不要緊 你出我外浮台灣 我幫你包 當時我幫你包七千書 包七千書 包七千書 即是很高的價錢 我幫你包完 七千書加上香港印刷 基本上就不會輸 那就試試 台灣蠻好賣 賣斷市 這就是我做的第一本 七千書賣斷市 也挺厲害的 幾個輸到 港蠻當時在台灣是零市場 第二本我再做 就是做了貓以前創作畫集 也拿去台灣 是不是紅色那本 應該是這一本 我看看是不是這一本 但這個我先看看 這個應該是第二本 這是港版的 因為台版後面有我的貓樣子 而且它的封面不是這樣設計 這是兩極的時候 是的 當時我們推出了台灣版 台灣版也賣得很好 台灣版好的時候 引起胡樹瑜注意 然後胡樹瑜走來和馬仔討論 拿到風雲 然後在台灣搞了畫展 就開始賣得很好 這個就是港版印進去台灣最早期的那個 到中期的時候 我其實就 那時候民傳應該就是 其民潔當家 其民潔當家 那時候 他下面 負責發行那邊 有一個叫波哥 總之後來移民了加拿大 我就跟他們說 不如我掃負責 因為他們的回書 都收回來 就送他們廢紙裝 我記得那時候 我開始做英飛揚和千歲武弟 李高主編那個時期 我就幫他們買了回書 每本五毛錢 然後買回來 一頭都還沒收拾 四期盯一旗 再印多一個封面 膠裝 八二元台幣 就運到台灣 一路以後都很長時間是這樣的 我先做的 現在還在做 現在是心記代理 阿龍少爺的鐵藏中環 現在在台灣也有 但是他們的做法就是 好像我那個年代一樣 一樣是八二元台幣 然後發下去租書店 但是那時候我們做和現在做的分別不一樣 那時候八二元和現在八二元已經差幾個年 那時候已經是十幾十年前 那時候我八二元 我五折被發行賣斷 差不多 如來神掌 聚權 總之那段時間 我都不記得 總之那時候是數人指數到首元 就是那個年代 就因為這個關係 我和台灣和香港兩邊兩邊非 到了中期的時候 我亦都在馬來西亞開了麻瓦城 開了麻瓦城之後 更加賺錢 我心裡開始紅了 我就要搞製作 搞製作 馬來西亞馬瓦城之後 我看了很多都不適合 總之就在香港請 就談到周勝 那時候我記得周勝去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時候 我給他的人工是港幣兩萬 八個助理 然後我租了一間別墅 六間房 然後給他一架車 有一個司機 但是 一開始就很勤力 一開始就很勤勤 最初是可以的 一開始就水會轉成 一開始就水會轉成 不是一開始就做到聶神 聶神出了三期 然後水會轉期 射利子 反正都不記得 那時候我又 真的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 賺太多錢了 差不多好像有人陪我玩就可以了 周勝很擅長打縮架 經常留我打縮架 打縮架就忘記了 為何我請整班座里面就不用做了 所以難怪那時候的選出得這麼慢 因為周勝本身經常說我沒有靈感 作家你一定給我一點靈感 我沒什麼所謂 我也不會逼他 有時一天一張 有時三天一張 這個好像拖 開始是周刊 變成雙周 如刊 到不定期 到這個黑白書出的時候 周勝已經完全免費了武功 原本是我年輕人寫稿 即是周勝離譜的 直接拿他那張熱筆稿 直接拿一張燈箱印出來就照他畫 我不是吧 這個年輕人不是畫漫畫 他是頗有天分的 我請你周勝回來 希望你可以做這件事 簡直是香港的富堅 是的 中期我打算陪用一個男子 一個年輕人叫做二詠勤 二詠勤在馬來西亞也挺有名的 他是出了名的專門模仿馬仔 他畫的東西很像馬尉城 這些人很迷惑 當時在馬來西亞也挺有知名度 我請他過來 我問他不如你們做美術主筆 周勝做主編 這個年輕人想太多 我跟他說我給你四千元馬子 當時馬來西亞是沒有人還錢 找到這個人工 當時銀行經理只有四千元 他想OK 我給你一張椅子 整理好給你 不過名字掛了 掛美術主筆 因為你香港一定賣周勝錢 然後他問我 周勝多少錢 我沒所謂 周勝就是兩皮 他心理不疲 兩皮即是一萬元波子 馬子 為什麼周勝多不多 人家在香港說你有名字 而且人家拿你是很正常的 名字比你多 紅紅過你 他又不發聲 到要上班又沒有出營 我那份人很簡單 你答應了我 說了條件 你不理 沒問題 我就阻礙你 從今以後不同學 我性格就這樣 之後我就不再同學 亦不再給他機會 因為我給你機會 是你不懂得珍惜 是 那時候我扔了很多錢 去做事 到沒有辦法 又要回應 周勝後期出事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這傢伙 被呂溫 軍呂溫出籠 一出糧是沒有錢的 三天是沒有錢的 你知一萬元 那時候馬來西亞多大 然後他竟然跟助理借錢 那些助理跟我說 那些助理沒有錢 六手就借了 你剛剛出糧是沒有 借給誰 周先生 為何要問你借錢 為何人工這麼高 我們每個人都欠佔 整公司所有人的錢 然後我就檢查 然後那個人 一出糧 就去了一個地方 一個Nine Club 被女兒困 即是沉船 現在所說 你也知道周勝又不英俊 皮膚各方面 可能那些女兒就欠佔她 她欠佔她 我不知道 總之 到最後我和她解釋回香港的時候 身上都沒有錢 因為她的錢真的敗了 住人不用錢 食人不用錢 什麼都不用錢 你為什麼儲不到錢 原因就是送給這條女兒 這個就是那時候的 到後期我做水果主演的時候 我都開始轉型 覺得不可以依賴寫一個馬加 做了二郭林格 經歷曾鴻記的時候 已經開始找了志民 找了二郭林格 找了黃先生合狀 黃逸 但是二郭林格出的時候 我是挺喜歡這本書 但沒想到銷得很差 我們印了8000書 但賣不到3000 不知道什麼原因 香港當時也不太接受 黑白精裝版的書 是有點難度 因為當時我在蘋果賣全版廣告 其實是很難的 當時我們看慣了那個書 例如這套《水果轉成》 你轉的時候 尤其那時候還是小時候 要拿幾十元出來 就像你年輕的時候 是有點難的 當時我們會出精裝版 另外一個考量是 因為你博裝書 很久不賣外浮 你太快了 所以我們精裝版 其實香港只有三分之一的市場 另外一個市場 一定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 其實我已經打通了那些路 說不要聽黃先生、劉定堅 所有海外書 基本上都是我做代理 你不是給我代理 基本上你賣不到什麼書 因為那些地方我壟斷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港萬的資歷比較少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段約摩 是什麼年代的事 九零幾年 九十年代初 九二、九三、九四那段時間 應該這樣說 你有印象應該是超神迫爆玻璃的年代 沒錯 超神迫爆玻璃 因為超神當時 因為你沒有看Facebook 我講了一段笑話 為何我多佩服樓地堅 因為超神外負我包了 我包了應該萬二書 去光了 只是一個台灣負去光了 那個口中都包萬二書 沒錯 然後我是 你落貨我給錢 那劉定堅是撿到少 當然撿到少 但是他也過了我一堆 但是他覺得我很高 因為當時印書的時候 我們去台灣的時候 我們賣五百八十元台幣 但是因為我在台灣是上賣電視做新聞的 因為當時香港迫爆玻璃 我拿了一段新聞台再做 所以就爆了 爆了 出貨一個月後 發行要求加輸 但是我不在台灣人 因為我要省成本 我就跟劉定堅說 我在香港人 和你一起人 不過就印兩個封面 一個台版 一個香港版 這樣我簽了合同 我是海外代理 然後我給你印 只有封面一樣 大家印刷就降低成本 紙又漂亮 然後就埋輸了 我一要求加輸 一個星期還沒回來的時候 竟然試試上出現第二本超神 是授權不長紅出版 那我就興到辣雞 然後就打到那邊長紅的老闆 我認識的 大家想 搞錯了 真的翻版我 那時候叫我Alan Alan 你不要搞笑 我拿了授權 我就立刻衝上去寫字 對合同給我看 真的是劉定堅授權 他又授權給他 又授權給我 我當然拿著兩份合同 回到香港 劉定堅插 這些劉定堅很淡定 我沒有侵犯版權 然後給了合同給我看 那阿清 Alan 你搞清楚 我授權給你是 香港印台灣版 我授權給他 是台灣印台灣版 嘩 他很高 很高 我一句話 我聽完了 我聽完了 他很厲害 我服你 雖然是打橫來 不過問題在法律上 你是有得打的 那我就說不要緊 就算了 因為我和阿劉交手不同 我很知他是什麼人 他是一個真小人 不要緊 因為你過了我這一棟 然後我是沒有辦法拼搏你的 沒有問題 當事情沒了 就當給創人做 我做了第一陣稅 但是加了輸我一集 沒得做 人家都印出來了 你怎麼加 我吃了第一口湯 之後第二第三集 我就不做 不如讓廠岸做 因為我都知道阿劉 看到肉吃的時候 到後期都做不好 因為廠岸其實不懂得做這些書 因為我知道怎樣做書 我知道怎樣做 我做完一張 就像是電影這樣做的 在那段時間 其實我做廠岸 再推翻後期 就做阿龍神 阿龍神就是 我整個套裝那一半 我一開始 是不做博裝書 後期我差不多 全個東南亞包蠻五書 也買得很好 但因為我們那些東西 就知道廠岸很難味 那時候阿龍少也知道 出著名 後面我們說 我們合同就寫明 即是你不可以藍尾 你不能買得到 你一定要結了一個尾距 我們跟台灣的出版社 法案公司都說明 逢三結一 即是發第三集 復第一期 那邊要求我 你不可以藍尾 你不可以藍尾 我後面不買單 我這邊簽了 我這邊簽了 我當然不害怕 你萬五輸一期 三萬輸兩期 你閘樓一條數期 是耿啟業 結果龍神 明白 黃先生出獄 我找了余國強談 余國強是對我的 他是老闆之一 當然不可以 你傻的 龍神這麼賣 龍少也沒理由自己老闆不做 幫人打工 我應該想到也是 我很放心 結果冒意勁 就停刊了 然後回來 又見不到龍少 而余國強 我現在都在找和黃先生談 放心 我一定跟你搞定 結果 一人袋了幾個東西 我拿著一堆難輸 台灣那邊又不是 又不見到幾球 我看到你在Facebook 都說你慢慢搞幾個 事件都知道 那時候我香港有個拍檔 我拍檔沒辦法 就告法庭 那時候告到龍少 破產 龍少破產 龍少破產 誰出手 黃先生出手 黃先生幫了他 他便感激了黃先生 他便把龍神版權給黃先生 即是龍少爺便自己吃虧了 後來這件事我便不說 你等回龍少爺便自己說 因為我不方便說 即是 我做港萬 其實我真正賺錢 我是賺做貿易 真的我自己賺錢 我自己賺錢 做一波波 很多因素 最經典的是 我還沒寫到那段 有一個讀者問 戰馬那一段 戰馬張萬有同馬 也是很搞笑的 我這個人其實沒有什麼記仇 我和馬仔合作 雖然不太愉快 但我很快就忘記了 到了後期 張萬有就撕了個稿 然後出真霸 然後病禁制 然後跟馬仔合作 便出戰馬 我便知道這件事 我便便跟天下談 你出戰馬 我有興趣待你 當時馬來西亞尼要出版 我又有一個書號 你沒有書號 你出版不了 我有書號 我便說不如我拿 那馬仔那時候 風雲已經給了馬來西亞最大的潘山 他便說OK 但我先說明 有兩個原則 第一 不可以爛尾 第二 你掛名監製 你會否下手救亡 當然會 我掛著我天牙的朵 好吧 我又信多你了 出到第九期還是第十期 你香港不能賣 我已經收到封 你有沒有 我便跟馬淑珠說 馬淑珠每次見親眼 一定是連一套菲林給我 馬淑珠 你知馬淑珠又有很愛錢 我便說 聽說香港不行 我燒路會難你 當然不會 你傻子 我們跟你簽合同 好吧 我便便信你 現在拿一套菲林 拿回去馬來西亞 現在香港沒有出 原來是爛了味 我又被人困了一次 如果我不拿你最後一套菲林 我又省下皮幾兩皮 接著我說出好不出好呢 但只有你才有 馬淑珠就變得獨屎了 浪費氣了 接著我又回來找馬小姐談 接著跟我說什麼 做生意是這樣的 我都沒有辦法 你覺得這樣 不如你告我吧 你這樣說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那我可以怎樣 我們做生意不會跟人家鬥氣 我生氣歸氣 我個人心想 我真的告你 每天每天都一顆糖 輸了一間廠 告你幹什麼 又不是幾千萬的東西 那就算了 又鼓了一聲吞下去 那時候才可以 我們覺得 這兩兄妹真是生日默筋 那時候才開始 我從此不來往 但我看到你有一段 是否很長的時間 其實都沒有再 特別多參與在廣漫 例如你 我已經放棄了 因為自己下手碰 過很多東西 後來我做日本書 都賺到很多錢 其實我中期賺很多錢 除了日本書 是因為 另外最賺錢就是日劇 因為日劇 我在台灣去玩的時候 賣了一套休場假期 那天我沒有工作 在酒店看完 我覺得很棒 我們拿回馬斯 就開始做露影帶 到那時候 剛好我香港正在流行 VCD 出了Boxset 很重要多 89元 99元 那時候日劇很重要 所有信和和同學灣議員 都已經參加了成熊城市 那時候 為何賺到錢 其實是因為 開始掃版 日本人來到香港 親自授權 然後開始捉 所以所有人 全手蟹 全手蟹 很多人那時候 Boxset很漂亮 好像休場假期 你有Boxset 他有Boxset 金田一 最賺錢 其實都是休場假期 因為那時候 市面上最少有8個版 每個人手蟹 起碼印四五千圖 那時候在賣港幣 399元 199元 到版權一掃 大家整個手蟹 你擺到一定會死眼 擺倉要給倉費 然後你就擔心 那時候我不是出手 其實我很有生意頭 我找了一些和朋友聊 那些幫都很漂亮 我幫你掃光 10元圖 你有沒有選擇呢 我現在跟你說 我真的有三千套 我給你也有三匹 我拿著支票簿去 我不讓你想 你不要 我現在正開支票 立刻找人搬走 不適合我那格 我完全不讓你想 你說我想一想 我想不想 那格子 我整個都是貨 大部分都要的 十元套 多漂亮 我回到馬來西亞 我賣多少錢 是199元馬子一套 等於港幣600元一套 那時候馬來西亞還未開始流行 我運了差不多四個貨櫃回去 咦 但是那些都能出境嗎 香港不理你 馬來西亞那些地方有錢就搞定 馬來西亞那些地方沒問題 我送了很多給那些雜誌記者 那些雜誌記者他們 人工平均馬子 當時是700元每個月 你哪裏買得起199元一套 但是你是記者 記者證就可以了 送給你 記者證就可以送給你 總之我不用錢 就個小 不是 送給你看 沒有所謂 你拿得我多你都不好意思 我經常拿你 不如我們搞一些宣傳 報紙說 寫一個引草來買 打個九字行不行 當然行 所有報紙雜誌 便幫我做宣傳 我普通就是每天 每天做馬子四五千元生意 我只有六個伙計 接著我又貨不多 我永遠貨擺在五場下 我又不做批發 因為我不想讓人知道我賣多少貨 接著每天 每天悶事 生意是很誇張 總之一年 做兩三百萬生意 很容易 那時候找到很大的痛感 因為那時候香港差不多沒有人敢做了 但我已經不斷地進入 掃了香港的貨 差不多掃了 包括台灣的貨 掃了 到中期的時候便可以出動畫 那些閉嘴又來了 又是我第一次做 那時候 一萬一聲的反應是慢一點 它不和香港很靈活 即是我周不是是非 那我唯有優勢 到中期他們開始要入貨的時候 我又轉了 就是說 好了 你們要入原裝版 我就做版的價錢便宜過另一半 我就在台灣入機自己裝 自己燒 那時候第一部機器是 八千元港幣一台 一開一 一開一 一開八一開十 我一次過買了幾十台 我來那些一看中間生意 我就不去 不想的 扔我船尾 變成你買一套一百九十九 我買九十九 你怎麼說我非 你都蠻勇勇的 總之你覺得你喜歡 覺得有機會 就把錢丟進去 因為我沒有錯過 但是你剛才說過 我船尾的東西是因為我不理智 他船尾的東西是因為人 沒錯 我做生意 我慢慢做這個 我從未吃過錢 我在香港第一桶金也好 那時候我在王國快庫街 九十九號 那時候 書櫃國仔 我做大幫書的時候 那店鋪為什麼會爆呢 當時馬仔是我的客人 他就在中華用寫了一個專欄 我在這裡買了一套帽子 池尚尿一的帽子 在王國快庫街九十九號 你知道那時候中華用幾多人看的 即時就爆了 一出街沒多久 路風就上來 很多人跑來店鋪 那時候我資金也不夠 很多人跑來和我批發 那時候我知道多久 22元港幣一本 那時候我批發 還要先給一半錢 你要拿貨就拿一千本 麻煩你先給一半錢 等一個月後我給你貨 即是我拿你的那半錢 就已經夠我賣了台灣的貨物 即是我是零成本 然後回來你先給那一筆錢 我那個年代是多少錢 那時候香港平均樓價三十萬 我店鋪一個月頭可以做五六十萬人生意 你說我可以賺多少錢 那時候我坦白說 我真的被困惑 因為我整天都覺得 那些人真的沒有路 沒有跟我說 路轉數太慢 路轉數太慢 都沒有資格跟我說 因為路轉得太快 你想著我已經做了第二項 你想著我已經做了第二項 所以賺太多錢 賺太多錢 就開始投資了很多東西 中段 那時候我記得 台灣也被我賺了一大落錢 就是張國榮 張國榮剛剛紅 Monica 那時候唱Monica紅 出了一本寫真集 抱著一條法國麵包 那本書就在香港全都扑了 寫了三萬多書 整首貨等在初過頭 然後我跟老闆數了幾百本 拿去台灣 台灣剛剛興香港的東西 一個月後就賣光了 那時候我問我還有沒有貨 我問有 那你要多少 我問你拿兩千 又出了同一招 然後再跟老闆說 你一個月就創造多少錢 你再等下去嗎 肯定老闆的 十元半 三萬半數字 我給現金 給一半 你二立 兩個月後搬貨 他說OK 沒辦法 一次過給你二十多元 你沒理由不收 我拿去台灣買多少 一百元打八折 接著我賣第一陣貨 我的錢已經回來了 接著那時候 紅磡開演唱會 我找了十幾個年輕人 就在紅磡四個入口 那裡賣張國榮請贈 80皮一本 你去看張國榮一定是粉絲 接著你就大學生 你買一本就給你二皮 第一晚買了三千多本 那第二晚那些年輕人就心紅 我說不如這樣 我給你賺多一點 照買80元 幫我給你四十五元 你拿五十本 送五本 全部做現金 那些年輕人又找你兒媽 又幫我數了八千多本 油袋三十幾公斤 那些錢很容易賺 去貨去貨 台灣再去多一宗 台灣總共我去了一萬元 但我正在賣八字價 但你入貨價不是入貨價 入貨價 我賺回來一本是四元港幣 真的不少 你不明白那時候錢幾用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說 為何你在那晚休息了一陣子 回來又想再挑發這個海 稍後回來再談 在那邊 不應該好 來的 年輕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